幫這台108的八顆化油器做化油器的流量平衡調整 要用的是這個機器 這是一個很小的儀錶 可以感受到吸風的流量 每小時幾公斤的風 所以等一下要對八顆化油器做這個的測量 那一般人都說耳朵缸車做平衡不是用真空錶嗎 我在這裡要說明 真空錶是給機車用的 因為機車各缸不連通 那那汽車八個氣缸他各缸 不管你六個氣缸八個氣缸各缸是連通的喔 他的真空連通給煞車做真空輔助之用 所以你量真空錶是不好的 因為他的旗管你就算每個旗管八根你都各開一個洞 都去量答案都會是一樣 因為他都是連通的 所以你一定要從前端流量來做感測量 今天我們就來做這個動作 來第一個不到一公斤 第二個每小時三公斤 這個每小時到了五公斤 這個是兩公斤很不平衡 所以現在幫他調成一個平衡的狀態 現在八個氣缸的怠速進氣的進氣量都調整到每小時二點五公斤的空氣喔 八個都已經平衡好了 現在八個氣缸的怠速進氣的進氣量都調整到每小時二點五公斤的空氣喔 它平衡好的時候你會看到它非常的穩 這個引擎是往那個電池的方向傾斜 然後又往後傾斜 所以整個地方找不到一個平面 可是我現在找到一個地方 稍微把錢幣放上去可以看到它其實非常的穩 你很難相信這是一個1972年的引擎 61年次的引擎 在調整過後之後可以這麼的穩定 坐在車子裡感覺以為沒有發動 只是有引擎聲而已 時機器就要作出聲明 就是吹評一下 這次的引擎聲明 這次的引擎聲明 是很輕鬆的